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当你拿到手以后 就不会想回去了 只要你反复想想这四个字 花容天下 羽黄 快起来了 凤师兄回来了 什么啊 林羽黄 你傻掉了 凤师兄就要来了 你还在这偷睡啊 我已经确定了 我还在做梦 那个 我叫林羽黄 师弟 莫非你将不久于人世 你这死马大头 我是记不得你叫什么名字了 你这不都叫出我的名字了吗 啊 羽黄 你不要再发呆了 凤师兄来了 就在大厅等你呢 滚你了吧 凤师兄 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凤师兄吗 不好意思 我记不清了 妈呀 难不知真像小时候电视上那样演着穿越了 我记得我坐在电脑前犯战游戏来着 然后打雷 我 我就真穿了 不喜欢还脱光衣服睡一块啊 你说什么 一起睡 就这光暗宝子靠一块睡吗 是呀 贴得很紧的 对了 凤师兄不是压在你身上吗 还晃啊晃的 然后你把头这么一痒 好像痛得很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让我冷静一下 妈的 老子真想哭 穿越了没有精英美女来密布我失去游戏级DVD的痛苦 还见识环环穿到个童心链身上 我靠 啊 师弟 你不是和韩公子也去摇晃了吧 我不是你师弟 我记不住了 感情这林玉皇还是个花心鬼 和那什么韩公子还有一团 皇帝 哇 好个极品小白脸 还长了颗美人质啊 哥们 挺帅的 认识认识 皇帝 我回来了 想我了吗 他 他叫我 皇帝 我的娘哎 怎么了 像是怕我吃了你似的 凤师兄 你别怪羽皇 他好像是失忆了 估计什么都记不清了 皇帝 你 连我都记不起了 凤师兄 别逼他了 他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之前我和他说你的事 他连你们脱了衣服在床上 哎呦 林同学 你也太不人道了吧 这当是丢垃圾呢 傻瓜 瘦了好多 我要罚你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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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我不是原来那个人 我是另外一个人 其实我是从未来人世界穿越过来的 这你懂吗 笨笨 这个你都编了四五次了 还不累吗 皇帝 我们好久都没有亲者了 估计会有点疼 认认就好了 我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 好吧好吧 我相信你了 这么快又相信了 皇帝 你记得吗 你十四岁的时候就跟我说 你喜欢我 我答应你 在一年内回来 我守约了 可你却违约了 皇帝 你忘了谁都可以 怎么能忘了我 凤儿回来了 几个月不见 长高了不少 还越发俊俏了 我再怎么比 都比不过皇帝的 我哪能和凤师兄比啊 玉皇 你身体不舒服吗 皇帝 你平时不都自诩 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吗 说到美人 薛红已放出消息 谁能按六美图 将他的六位男虫找回来 他就会告诉这个 连翼的所在 连翼 那怎么 那是什么东西 臭小子 我真想打你一顿 以前告诉你那么多次 你就给我 左耳进了右耳出 皇帝年纪小 玩心重 会忘了也是应该的 连翼是两本秘籍的合称 一是芙蓉心经 一是连身九世 传说只要是修炼成功的人 都会一夜之间天下无敌 永读青春 自此将会有天下 这两个秘宝都在最强 最美的人生 一个与脸有关 一个与梅有 与脸有关 直到一切 可惜那六美图 不是六位美女 否则就算没好处 我也要去 图儿寻找六美去了 就此别过 等等等等 你急什么 皇帝 行走江湖没那么容易的 你得先把东西准备好 对 让凤儿陪你去 就这么定来 这个拿好 这是 六美图 正是 这六个图形 跟六个男宠身上的刺青一样 还和他们的名字有关 皇儿 凤儿 出去以后 替我杀一个人 什么人 花一剑 我不限制你们时间 也不限制你们方法 进来 皇帝 我们真的好久没见了 怎么了 今天不想要 干了一天的路累了吗 嗯 给 这什么 你总抱怨拿刀太粗鲁 我去京师找明铁将尾一卯 替你锻造了这把刀 这个总不难看了 还给他起了个适合你的名字 黄语 我连武功 都全部碗干净了 没事 反正你武功也不高 从头开始吧 我教你 喂喂 过分了啊 这柄剑 叫凤铃 你不记得我不要紧 什么都可以重来 只要你看到这把刀 就会想起我的 对不对 凤铃剑 黄语刀 或许我真的偏激了 就算是同性恋 他们也是真心相爱的 真想早日离开 还他们幸福 想不想出去玩 去哪 你想去哪 我就陪你去哪 嘿嘿 这可是你说的 你说了我去哪 你都跟着的 去就去 我没去过 到时候丢人了 你别怪我 要见见了 要 要 华月竟在二楼冰阁里 凌芳 带公子上去 公子有贵客到 请问公子有何贵干 我是来找华月姑娘的 华月姑娘没有 华月少爷倒是有一个 公子的意思是 我就是华月 这位公子想要华月如何伺候 听歌 闪舞 吟诗 宋词 还是直接开始 别别别 公子未免太没情趣了吧 我都拖成这个样子了 你竟然还不主动 他的左肩上有个月牙形的紫青 你 你在干什么 那个 此事颇有争议 但回去在 不对 你怎么出现的这么及时 听墙根啊你 你害怕扫的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以前你天天发梦说 有个子某美男在看你 现在又换成他 你这骨子里就是个湿南色的主 你骗谁呢你 大哥 下次不要这样 有话 有话好好说 没什么话说的 雷旋风 我想跟你说个事 其实我是 不 可能你听了以后不会原谅我 但我没法再瞒下去 不听 喂 别不讲理啊 就是不听 皇帝 你不会变心的 你别玩了 大 大哥 林 林大哥 做什么 你 你 别 我不习惯男 不要 救命 完了 我给个男人听了 还是舌吻 不要闹了 我要说六美图的事 哦 继续 我在华月身上看到了月牙刺青 那是师父的命令 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以前都是你对我说不要理师父的话 现在怎么那么乖了 不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说的 我也是认真说的 我们一起走吧 不要回去了 找个只有我们俩的地方 安静过一辈子 放开 还是回去找华月吧 这不是刚才二位爷吗 刚来了位爷把华月包了 二位爷别上去 这人谁呀 穿得跟新郎官似的 哼 烟角二只蓝色的蝴蝶刺青 敢问 阁下可是花一见 你们也是来找六美的 哦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七上 哎呀 这人是我先寻伤的 小蝴蝶 做人要厚道 咱华月已经许了少爷我 你怎么能和我抢呢 华月公子 得罪了 厉害 这一剑 正好割开他肩头衣服 露出那个月牙刺青 小蝴蝶 干脆与我们同行吧 我大哥的武功 独步天下 天下独步 有他保护 你绝对死不了 独步天下 你大哥是虫莲 莲 好名 定是清国美女 哎 可惜我大哥不叫莲 叫凤 他呢 是中原武林第一美人 只要是他走过的地方 都会飘出富与花香 他的武功 高到可以单挑群雄 你说的那个人 出了重点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做得到 快说 重点是你什么人 他现在在何处 花大侠 在下林轩凤 羽黄是在下的表弟 他年纪尚轻 喜欢胡乱吹捧 并无恶意 希望花大侠放他一条生路 你是林轩凤 是 原来是林剑山中的人 公子 真不好意思 我没拦得住他 林轩凤 傻小子 你快逃啊 你还在那发愣 站住 把人交出来 快 是我和轩凤哥先发现他的 你这人好不讲理 你出来和我打 谁赢谁得人 不然我直接杀了你 你 花大侠 花某飞去联谊不可 两个一起上吧 这可是你说的啊 轩凤哥 咱们上 你 打不过他 我们两个都打不过他 一个 花大侠 既然今日有缘相识 不如咱们一起找六妹吧 其实呢 我对林轩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笑话 那找六妹做什么 因为呀 我那凤师兄 是个断秀 他对六妹感兴趣 我只能陪他一起了 你看看他 他看华月的眼神 多暧昧呀 哎 林轩凤 你一定不要怪我 我也是顾大局嘛 怎么我看林轩凤都没有兴趣 就你在呛 他害羞 不好意思说出来 实际心里想得不得了 好吧 啊 花一剑是英雄大会的第一 嗯 那重连又是谁 武功比花一剑还高 没有人的武功比他高 因为他就是连翼的主人 只要练了连翼的人 都将是天下第一 对了 重连的相貌如何 冠世美人 冠世美人 那他人在哪 我也只是听说 这么多年来 没人见过他 宣凤哥 你一定要帮我 我要找到重连才行 你找他做什么 反正我一定要找他 林雨华 你不是说 林轩凤要找六美吗 怎么现在变成你想要呢 别 他年纪小不懂事 他撒谎 他从小没丁没娘 孤苦零丁 会有这坏习惯 也是我当兄长的没交好 请打下放 我已经叫华月去找血红了 说找到他的人是林轩凤 我守约 希望你们也是 谢谢华大侠 小黄 多吃点 你这几天都瘦了 我们现在去重火镜 什么是重火镜啊 那是重火宫的所在 重连是重火宫公主 我们是去重火镜的燕景道 不是去找重连 你看六美图 燕子 镜子 那两位岛主 名为崔燕 崔镜 来 张嘴 你 你做什么 为你 大清早的拜托 你不要恶心我好不好 吃完上路吧 从这里到重火镜 要好几个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